张翰前女友郑爽纳扎同台比美,肩带差点滑落,有谁注意纳扎的动作,太机智了。 郑爽是张翰的第一任女明星,两个人因为拍摄一起来看流星雨而结识,后来因戏深情,在一起很长的时间。 但是正式结束是郑爽在媒体面前宣布两个人分手,当时有不少的消息传出来,说是因为郑爽想结婚,而张翰那个时候不想结婚。 但是具体是什么样,谁也不知道,两个人在节目中也很少谈及对方,可以说是各自安好。 而作为张翰的另一个女朋友,纳扎可以说是很多人都非常欣赏的,颜值非常高,五官也是非常精致。 没有整容的纳扎在颜值上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缺陷,而且纳扎的皮肤状态也是非常好。 不得不说在,张翰的眼光还是很不错的,每一个女朋友的颜值在娱乐圈都是非常高的。 在参加活动的时候,走红毯时,纳扎的肩带差点滑落,纳扎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更加的自然,就用自己的手非常自然地拉了一下自己的肩带,这才让肩带没有滑下去。 不得不说,这个动作的幅度非常小,看上去也是非常自然,不会让人觉得很突兀,不得不说,纳扎还是很机智的。